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装修风格 很多业主或者设计师都说 今年会流行暖油风 是不是这阵风一定会飘到你那呢 你家装修会选择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呢 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前两年比较流行的 现代简约的黑白灰风格 这几年又流行了极简风格 做一些无主灯的吊顶 未来有些人说 会做现在图片这种奶油风 奶油风现在是这样的风格 大家先看一看 就是感觉很甜 很美丽那种感觉 非常有那种少女心的话 非常适合 但是究竟怎么选择 合适自己的装修风格呢 大崔给您一些建议 在之前的视频 大崔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 有两套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你可以去你们当地的一些装修公司 他们的样板间 或者说售楼处的样板签 去作为参考 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必定呢 那是一个实物的东西 能够呢 真实的去看到 尤其是看一下你们啊 就是所在小区 有没有相同互行的 这样呢 对比到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崔说过 你去商场 去看一些主材类的东西 比如说沙发呀 比如说卵装的一些东西 喜欢的东西呢 留下来啊 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些 软装的东西 去搭配一个装修风格 这个呢 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装修风格 这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说法 就是大家没有自己的思路的情况下 按照这个思路去做 那么呢 大崔给大家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说 您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这个房子呢 装修的时候资金不是特别充足 然后呢 就是说费用一般这个情况呢 并且这个房子可能是你的一个过渡期的一个房子 那么我建议你的房子呢 就以这个 现代简约的一个风格来做 为什么说呢 现代简约的风格造价是比较便宜的 买各种家具呢 也是比较好搭配 这个风格搭配起来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说您是一个偏中年啊 三十岁到五十岁啊 之间的这类朋友啊 相对来说呢 有一定的资金 一定的实力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想装的好一点 或者说装一次啊 有一个传承啊 那种效果的一个情况下 推荐您就是中式风格 中式风格 如果说您费用充足啊 够这个钱 买到好的一些家具 做出来那个效果 是其他什么 欧式美式 完全没有没有办法去比的啊 中式风格确实很漂亮 也很大气啊 最后再给大家提示一点 不要纠结于某一个装修风格 自己喜欢就行 比如说啊 有些业主 我们整个客厅呢 就是说做的比较现代的一种装修风格 但是呢 有一个书房 书房呢 他就想弄一些啊 书箱的一个气息 就把书房做成了一个中式风格 然后外面呢 做的是现代的一个风格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房子是您自己住的 你不用考虑啊 这个卧室要跟我们其他的客厅呢 要搭配 没有这一说啊 您自己喜欢就行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阿崔 关注老兄每个细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